未避免類似東京奧運期間 相關國際賽事遭非法基上和犯罪集團 竊取訊號賺取不法費用 刑事局電信偵查大隊 保二警察總隊 刑事警察大隊 共組專案小組 成立競評專案2.0行動 針對國內竊訓機房 及非法基上和經銷商強力查契 並成功逮捕11人盜案 全案移送新北地檢署偵辦 由本局電信偵查大隊跟保二刑大 組成一個專案小組 成立一個競評專案2.0 這個最主要目的 是要針對國內的竊訓機房及經銷商 來做一個強力待遇 那在我們在8月份 9月份及11月份 三峰發動我們掃蕩前台 總共有26處的 包括經銷商及竊訓機房 那昆北在 新北、桃園、宜章話等處都有掌握 那總共成功逮捕了11名 神犯盜案 那這個招清潛的影視內容 有國內有民視、東森及TVS等各家電視台 日本方面有TVS等影視電視台 那這個有委託我們中華民國 衛星廣播電視上位同位工會 及日本的海外促進機構向本體來提告 那我們報請新北的檢察官來指揮偵辦 那這個專案小組我們也接受到 我們國內NCC來指導及各家電信業者的合作 那在相關的處手也找到了架設 確信機房主機的手站 那另外我們也發現在光華三廠 及所謂的網路平台 有看到幾個經銷商處手 那這個部分我們也一併查明以後 再透過 搜索來打擊這些 確信機房及經銷商 根據警方指出 涉案黃姓主席成立公司 負責向NCC申請WiFi等社評審驗執照 藉由取得硬體社評執照 來謊稱販售的機上盒為合法 並透過經銷商協助下載特進APP 來進行收視盜版影音 又以員工及有人名義 申請各大OTT平台影視帳號 透過破解技術 將訊號轉出到非法機上盒 從108年6月起 迄今已經販售超過上萬台 侵權金額超過新台幣 近10億元 我們一開始發現台灣 成立一個虛設的 機上盒的總公司 它利用各大網路的賣場 去批貨賣這些所謂的非法機上盒 非法機上盒經由民眾 透過網路的傳輸可以看到一些 國內的各大好幾百個頻道 包括國內的各大電視台 還有一些戲劇 經由我們電燈大隊用網路風暴追查發現 其實這家公司 它自己找了兩個人頭 去竊取國內的一些運動頻道 尤其是一些線上的 一些比較知名的運動頻道 或者是一些 電信業者他們所提供的一些 可以看的影子內容 包含我們發現 最近很熱門的那些電視劇 都一併被盜用過 那透過竊訊的方法 來傳送到中級機房 再傳到機上 那因為我們用這樣的路去找 發現其實這兩條路 都來自於這個土銜所成立的假公司 那一舉陳情 所以我們發現其實目前來講 坊間所販賣的非法機上 基本上它的使用跟盜用 都是來自於同一個員 呼籲民眾不要去購買 以免未來這個訊號被切斷的時候 就沒有辦法 讓自己的收視變得很正常 也會造成很大的損害 專業小組這次透過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指導 並與各電信業者合作進行掃蕩 警方表示未來將持續與電信業者 與有限電視業者合作 強力打擊不法行為 並呼籲消費者不要貪小便宜 購買來路不明的機上盒 除了可能資助犯罪集團之外 也可能日後遭執法單位斷訊而得不償失 記者陳淑萍 台北報導